天天宇 天天宇回來了 不管他了 叫他把檔哥帶回來 他就知道厲害了 你說 你到底對我們天宇做了什麼 你說 媽媽 親自媽媽 天天宇 幹嘛 剛剛看到一個 認識的人 幫我好嗎 志謙 除了你 我沒有別人陪你回來 爸爸 天宇他爸以前留了個西裝 明天就可以穿那套西裝 為什麼一定要穿西裝 因為你要回家 回家 我真的沒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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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再留下一秒我就要入獻 赶快醒醒 这世上没有前进 赶快看清 别冲冤杂的迷魂机 命中一注定 是我看不清 你爱我的发戏 就像狂风暴雨 命中一注定 是我太任性 你的花言教育 把我推入陷阱 我怎么有力气 睁开你 爱上你 命中一注定 是我看不清 你爱我的发戏 就像狂风暴雨 命中一注定 是我太任性 你的花言教育 把我推入陷阱 我怎么有力气 睁开你 爱上你 他福建老家打电话来说 他爸爸病危 所以我就准备好了船 明天早上九点从港口准时出发 不多久就可以到会的病了 找不到福建老家了 那为什么他回家就要穿西装呢 傻瓜 衣锦还乡啊 懂不懂 要穿得体密一点 高级一点 啊 到处的话 你要包装才能够赚钱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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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妈 你说要送打猫回福建 不会是想要把他卖到菲律宾吧 那个超级好 那个鱼船长啊 发现他体格不错 很适合做鱼工 于是给了我三万块 而且啊 他这一去菲律宾 至少一年之内不会回来啊 嘿 就是他发现什么 也来不及追究啦 好聪明啊 净赚三万 妈 可是我总觉得 他知道我们在搞什么鬼 而且啊 当我也不算是耗词懒作 他这样子很可怜 他一个人都不认识 你说女儿啊 他是那种 连身份都没有的流浪汉 丧失记忆的那种 你这样怎么就叫有钱人啊 可是 好了 就这么说定 唱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 清清白 啦啦啦啦 清清白 你这样买什么 不要吵我啦 说了你也不会懂啊 哎 你在干嘛 怎么这我的菜稿是双乱话呢 这个上面有很多题目都写错了 像这一题啊 副词的前面不是动词就是形容词 绝对不会是名词 哎 你不是失去记忆了吗 怎么知道有这么多啊 你可以把这个叫做天分吧 不过这个没有智慧的人是说不通的 你不要去喝水 没有智慧的人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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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更半夜不睡覺 跑到人家房間門口 嚇誰啊 奇怪 你怎麼會彈啊 我聽到你剛剛彈的旋律 我腦袋就自己知道是什麼曲子 臭屁 你不會彈鋼琴 為什麼會想彈這首曲子啊 這是生我的媽媽 小時候教我彈的曲子 我以前小時候還會哼 可是現在 只記得一些零碎的片段 我的手因為扛瓦斯 有點變形了 所以不能彈鋼琴 有時候我會覺得 好對不起他 我可以教你 你 可是你明天就要走啊 這不小心把它虛毀不就好了 來 教你 我發現你手上的戒指 你戴起來很好看吧 因為情編的手 不算是一個你記得珍惜 算了嗎 我不想去嗎 好麻煩 明天就要掃出來 三更半夜不睡覺 抱歉吧 我走了以後 你會很想念我嗎 你很奇怪 我幹嘛想念你 我應該會很想念你的 因為 因為就算回到老家 我認識的人 還是只有你一個而已 晚安 晚安 幹嘛特地跟我講這個 我突然就兩相不安了 我哭 很好心啊 哇 真的好帥啊 好像有錢人家的少爺 如果你去酒店的話 一定可以迷倒很多康太太的 你上船之後啊 渴了就喝這個 無聊的時候吃這個 啊 怎麼那麼大放了 哎 哎 這個地圖你戴著 啊 你離開之後我會想你 我該怎麼辦啊 那你就把手臂留給我吧 哎 哎 好讓我 深深 渺渺的 都記掛著你 嘿嘿嘿 哎呦 老蕾 你這在哪個夜市買的啊 吵得這麼像 長老 我也給你換紀念品 我細剩一點了 我把去年最正規的春考證 送給你 我跟你換破皮帶 等一下 不過更好的經驗品來給你 你把我昨天晚上 在你英文參考書上面寫的題目 好好看一遍 你跟你的英文考試 應該就沒問題 真的嗎 送你 要交換紀念品嗎 給你 裡面的錢雖然不多 可是我也存了兩年的心血 那 你要我身上有什麼 好好照顧自己 多去交一些朋友 就不會只有認識我一個人了 時間差不多啦 該走啦 過裡囉嗦的 來 跟我走 請你帶著 拜拜 什麼啊 什麼啊 馬跟正正那種爛東西 他又帶著走 見不要我的春牽頭 拉倒 我臭檔 被賣到菲律賓 賣到西馬來亞山 賣到北極去 我都不會理你的 吃飯 冇冇中壞 我像是人性走勢的小孩 靜靜抱著孤單 我們都曾經明白 也如曾經厲害的初幻 沒問題的 你敢騙我 你都知道厲害 知道啦 我拿苦力給你 你來幹嘛 在幹嘛 待會呢 就馬從那邊啊 快上船啦 嗨 你敢大默 大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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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敢大默 想你 就是 呃 橋外 自己像用了原版精采 我们想对猎人相爱 幸福是应该不会是当然 只怪我们都太贪婉 思念像云朵斑 某晚 而你静静躺在我胸怀 我像是人行走失的小孩 静静抱着孤单 我们都曾经明白 也都曾经遗憾 错过了爱 就难以重来 不要害怕去堂败 花肉以为你宠坏 花肉以为你宠坏 今晚 今晚都会被你人工呼吸好 如果你连稳跟人工呼吸都分不清楚的话 我建议你回那边的小水 把你的健康教育重新上一遍 我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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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 你是不是讨论过我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 如果能够想清楚就好了 你很奇怪 大龙 小心啊 为了救我 你不要命了 你又要吃我豆腐 不在我身边 让你对我誓言 不在我身边 你干嘛 你在干嘛 你看 你吃早餐可以吃到打瞌睡 你这样怎么考大学 我干嘛怎么指望你啊 你是要立志当白痴 Jay 你怎么样 全身湿搭搭的 要你管 去补锡 快去 大龙 你怎么那么快想菲律宾回来了 菲律宾 你怎么会有树立心的照片 偷拍的 要你管 你很奇怪 什么人不好暗恋暗恋那个假白痴 你这个没有眼光的家伙 你要找女生应该要找春节这样子 嘿嘿 大龙咧 大龙 这一次我要先用啦 快 大龙 你快点出来了 我要用这次了 大龙 快点 大龙 快点 你干嘛 你拍摄影片啊 衣服干嘛都穿好 我问你 早上你这么着急得到港口 是不是怕我离开 我 你 你干嘛管我 会不会怎么要去港口 奇怪 好痛啊 好痛啊 等一下等一下你看你头发勾到我的衣服 好痛 现在好 不要动 近一点啊 好痛啊 好痛啊 等一下等一下你看你 你把我弄掉了 好痛 叶田宇 你快快让开 让开 放开 别动 什么啊 你们看到吗 你们这是不知羞耻啊 叶田宇 你帮我只要加个有钱 对吗 好痛啊 痛啊 你不要一直动 你这要动我怎么解开啊 你很奇怪 谁叫你不把衣服扣好 痛我都把心 勾到我动啊 痛 好了吧 好痛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干口 你才是 你为什么故意不要带走我的青蛙铺蛮 我不把青蛙铺蛮带走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我觉得带大铺蛮上船很麻烦 而且我知道我会回来 干嘛带走它 你怎么知道你会回来啊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 我是因为 看你搭船没经验 会落水 我是特别跑去救你 救人的是我被救的是你吧 忘得还真快 你是不是太关心我了 提醒你哦 我只是暂时住在这里 随时都会离开 我不希望你浪费太多认真的感情 你离不离开关我什么事情啊 反正我真命天子也不会是你啊 没有事 你们再不开门 老娘可是要拿刀进去了 开门 警察没有 开门 天悦 天悦 你没有怎么样吧 啊 你不要摇出人家讲话 你 你 等一下 我有话要问你 我也有话要问你 叔 你对我们家天悦怎么样了 哈 你破坏了他的行情你知不知道 你讲清楚 妈 其实我跟他哦 你闭嘴 不是你想要这样子的 你今天不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曾经就绝对不会饶了你 讲 其实我不是你们的什么亲戚 什么表哥对不对 不然你们怎么会用尽心机的 想把我丢掉 虽然去警察局是个办法 不过我决定 在我里清楚我是谁以前 我要留下来 哦 你当这是旅馆你来就来久就走吗 啊 用尽谎话骗我 还不准我去报警 你们肯定有问题 不过我想 你们应该不会跟我说实话吧 好 你想留下来我们就谈一谈 店里的出众工作你都要做 包括卡瓦斯跟搬东西 你睡觉只能在店里打地铺 老娘就要把你操到 让你自己哭着逃跑 有件事我跟你说清楚 你住在这里可以 可是你不可以 打我们天为的主意 因为他要做少奶奶 妈 你放心 等我弄清楚我是谁 我住哪里之后 我会离开 打我表哥 表哥 卡瓦 你来这边干嘛 我来找当中表哥 你在这边就太好了 能不能请你跟我到饭店一趟 帮饭店看看 还有哪里需要改进的 要求那间饭店的工程太浩大了 不是有人要接手吗 可是失去关北旅店 老爷就等于失去了他的人生 你看在我今天就你命的份上 你跟阿胜去了 为什么明知道饭店要被拆掉了 还对他的事这么热心 论投资报酬率 这不像你这种斤斤计较的人 会做的事 你有没有为了在乎过的人 去拼命努力过的感觉 如果你有的话 就不会那么在乎投资报酬率了 是心意 懂了吗 为在乎的人努力 好 好了啦 快点去啦 搞定我们走了啦 你 叶天宇 你去哪里 我跟去看一下 你没什么时候出什么热闹 你东西还没送 瓦斯还没送 你电话还没有接 算了我自己来好了 带你出息的东西 好 副交易 副交易 你看 你看 你当我表哥 表哥 你应该出去我们灌个旅店 对 柜台是饭店的门面 想想看 客人一路奔波到这个偏僻的渔村 已经够累了 还要看到一个死气沉沉的女同 在打苍蝇 会有什么想法 我们凤娇仪可是官媒旅店一枝花 我们凤娇仪可是官媒旅店一枝花 花什么花 反正又不会有客人的笑容 请问 有客人 欢迎光临 你们请喝饮料 饮料一样 饮料一样 饮饮 新娘子两块 新娘子 请问是要做标准套房呢 还是要做豪华套房 要做几天 我们只是要休息两个小时而已 嗨 嗨 有没有搞错啊 这里是饭店 不是爱情宾馆 你们走错地方了 喂 民众必注定是我看不清 只要走进饭店的门 就是客人 先生少姐 不好意思 本饭店的收费是一天计算 即便是休息两个小时 价格还是不便 不过两位在冠军旅店停留的期间 我们将招待两位午餐 不知道意下如何 只是休息一下 还有这么多的服务 谢谢 好 那我就请阿胜为你们带路 请 阿胜 走 走 五一六 好 两位这里起来 好 张副总去找董事长 不知道谈什么 我觉得不太对劲 而且饭店做的脸色难看 董事长你千万不能签 你这样一签就代表你签就 不行 你真的不能 他会回来的 最后会回来的 你是 董事长发生了什么事 李大伟 这么快就去讨旧兵 怕我失叫董事长不成 什么 张副总 他拿了董事同意书 要董事长策坏总经理 张副总 你要董事会策坏总经理 怎么可以这样 他做错了什么 他没做错什么 只是当饭店需要他的时候 他却不知取消 还有 你办事不力 逼得我知道这么做 徐总经原本只需要告知 唐顺明拆迁的事情 没想到 却反被唐顺明以目睹总经理 车祸为由 要挟向媒体报内幕 你目前的状况 车换总经理 是唯一能够让美国资方 不再发牢骚 你让唐顺明的潜在伤害 降到最低的唯一方法 董事长 这是总经理上任之后 的第一个计划 整个亚洲业界 都等着再看结果 那要怎样 我根本是你想做到 总经理这个位置的借口 是又怎么样 你能否认我刚讲的 不是事实吗 当善君浩在美国研究 怎么当个总经理的时候 我在身为由 已经是一个副总 论资格 论经理 请问在身为由里面 有谁能够胜过我 更何况 讲句不重听的 必须董事长 其他董事更加相信 可是必须 我相信你们两个 也不会反对吧 董事长 以张副总在饭店的经历来看 他的确是最适合的人选 我同意张副总的看法 董事长 芸汐 我照你的吩咐 注意你那位朋友太太的动向 我发现 自从那天晚上 她生完女儿回家之后 就很早才出门 而且白天 都还把窗帘拉上 大伟 谢谢你 不客气 大伟 是 总监 谢你在这种时候 还这么帮我 我也想知道总监的下落 总监 请你不要放弃 找到总监的希望 你刚刚跟子晶说了什么 小爱 哪位 是我 大哥 小爱 小爱 没事 马上就来哦 好 大哥 你没事吧 嗯 来 大哥 你怎么来了 这我帮小爱买的尿布 谢谢大哥 我先看这 好 已经好像童花碎了 对啊 谁要出轨门啊 eux 不要出轨啊 節的话 șt Kiko 小爱买快跑 大哥发现你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小爱买 大公 后 ¼k 小心 后 丫头 我會睡 為什麼 為什麼 不要這樣做 有人告訴我 這不是個單純的意外 不會是真的吧 大哥 我真的沒有要害死他的意思 要不是他在這場跟我扭打 情況也不會失控啊 好 幫我去領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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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躲了 大哥 我沒死 上去要可能也沒死 因為我記得當時 他比我還少跳車的 真的還假的 真的 大哥 我如果被抓去關 事情就會鬧得大 小愛出入 會被人家指指點點 不能再跟他的母女過這種日子 大哥 山君浩 我一定會幫你找他 他就是殺死君浩的凶手頭髮症 你對不對 到底是不是嘛 他就是殺死君浩的凶手 你怎麼可以把他走 他 你不會罵我啊 他是殺死君兇手耶 你幹嘛 你幫我 我不要報警 我要報警 許子謙 你為什麼不讓我報警 是你指使童話症殺死君浩的嗎 我不讓你報警 是因為童話症 是因為你跟童話症的交情 好過你跟君浩吧 君浩變得怎麼樣 對你來說 你根本就不在乎 為什麼君浩一離開 你變得一點理智都沒有 那是因為我失去了我最重要的家人 那你呢 也那麼理智 是因為 你從來沒有把山家當成你的家 我承認 我對山家從來就沒有歸屬感 做什麼事情都要小心翼翼 還要看著別人的眼光做事 我在山家的日子 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真心的笑 是你自己太高傲 許子謙 你從來不接受別人的善意 一直把自己封閉起來 你的心你從來沒有打開過 我的心對你打開過 你應該很清楚 可是你故意裝作邪惡劍 拿好朋友三個字套在我身上 你要我接近你 卻故意要跟我保持距離 不敢有埋怨 都是我心甘情願 過去哪裡 我要去告訴警方 桃花順沒死 她在逃 芸汐 放開 你去報警 你可以得到短暫報復的快感 可是你仔細想一想 她也有家人 桃花順失蹤的時候 她妻子的痛苦是跟你一樣的 如果女兒抱緊 就去報我 她剛出生的女人 對她父親一點印象都沒有 如果你抱了錢 他們一家將會被落上 殺人犯 綁架犯的一起 或許你一點都不在乎 來 再怎麼分開 without you I can fall in love No baby 徐梓謙 我恨你 總監 唐先生已經在那邊等你很久了 你找我有事嗎 上回跟您提的那件事 不曉得你們現在有什麼打算 那件事對我們身為 已經不造成任何威脅了 不妨告訴你 身為了為了防止不必要的威脅 今天早上 總經理的位置已經換人座了 也就是說 山君浩已經不再是我們公司的總經理 但是他訂的官媒開發案 還是會照常運作 這麼說 那我官媒旅店 沒錯 拆遷還是會如期進行 你現在要做的 趕緊回去把所有的事情打理好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還在那邊幹嘛 快走啊 快走啊 帥 Bene Virtualer 沒禮物給你們 沒事吧 谢谢你送我回来 徐子谦 你从来没有把三家当成你的家 一直把自己封闭起来 你的心你从来没有打开过 谢谢光临 曹先生 曹太太 下次有空再来啊 欢迎再度光临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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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老爷 我们找到一个超级专家 帮我们会审饭店之后呢 想不到刚刚离开客人 对我们称赞有加爱 我们的饭店有救了 好久没有被人家这样称赞 我都忘记那滋味是什么了 等 你们在说什么 他就是天宇的表哥 当欧啊 当欧表哥 你好 我是天宇的表哥 我叫当欧 天宇 天宇 什么时候有个表哥 你们两个干什么 干不过去 干不过去 这不是表哥 他被你撞到了 失去记忆了 失去记忆 而且啊 当欧是我们随便帮他取的名字 他之前啊 住过这里 你有没有印象啊 我 我那个时候 正忙着这个 森卫尔的事情 记不清楚 那他真的是来路不明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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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森卫尔啊 那个许子倩老 他在外面啊 森卫尔 是不是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啊 森卫尔 全亚洲第一个人的 连锁饭店你不知道 你不是饭店高手吗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可以了 好 去看我回去了 我又没有说错 来 阿上 去 天宇啊 好 徐总监送我回来 我本来想请他吃饭 可是 我现在想跟导侯聊一聊 你帮我请他吃饭 好吧 我吃饭 你帮我 我能不能跟你谈谈 好 那个丝巾 是你女朋友挂上去的吧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女朋友 芸汐她不是我女朋友 我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这条丝巾 代表的是她的希望 希望她的未婚夫 能够赶快回来 原来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啊 你刚才 那么专注地在看那个丝巾 你一定也是希望她的未婚夫 早一点回来吧 她的未婚夫 也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 那你们感情一定很好 好让人家羡慕 你有两个像家人一样的朋友 家 你认为家 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 家 好吧 今天我就招待你去我家 你家 上车 上车啦 你刚刚看到我吓一跳 新闻知道我不是天悦的表哥 对吧 你记起了什么吗 你好像对家这个字 有点不错 这个帅哥我喜欢 有钱又帅气 至于那颗冬蝎啊 来路不明不明 不要跟他就这样讲 那我跟立心讲话 再吃醋 快进去 这么急叫我们 什么事啊 官媒旅店 出事了 只要是为了太夫的人 注目一阵局 还怕什么事做不到的 像你这种没有记忆的人 当然什么感觉都没有 什么意义都没有了 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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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只是觉得心里很静静的 好像有一件很悲伤的事情 发生了 你去救快没救 走 那 habían尽 belang 说却 ‫ esquiv想用了原版精彩 我们想对猎人相爱 幸福 总是应该不会是当然 只怪我们都太贪婉 思念像云朵般柔弯 而你静静躺在我胸怀 我像是任性走失的小孩 静静抱着孤单 我们都曾经明白 也都曾经遗憾 错过了爱就难以重来 不要还跨去坦白 好容易被你宠坏 忘了该与不该 到哪里找回真爱 找回所有遗憾 爱的真相就能够解开 多给我一些片段 并从未值得意外 失去记忆最初的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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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